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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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那么随着提高应对的级别 卫生部是否也会对调整对可疑病例的这样一种定义呢 宝林 是的 郭亮 那么卫生部长严金勇呢 刚刚其实就在记者会上表示了 其实当局已经扩大了对所谓可疑病例的定义 那么例如呢 他们现在会对那些没有到过中国的肺炎患者呢 进行检测 也就是因为这样 当局在过去的几天呢 其实发现了更多的病例 那我们来看看卫生部长刚刚怎么说 我们在实际上 发展了解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现在做什么我们叫做 研究判判判判判判 那意思是我们告诉我们的医院和医院 医院 没有关系 如果他们有关系到中国 那些痊愣当上病毒呢 我也 想知道是这个新冠病毒 结果我们认为更多的病例 这是一种不同的病例能处理 因此有没有关系 那这就是如此我们还没有干净关系 是的 这个应对级别已经升级到了橙色 接下来的这个大型活动像是航空展呢 或是今天晚上要举行的洛阳大伯公万人晚会 会不会继续的举行呢 宝玲 是的 美兰 那么其实刚刚在记者会上 很多记者就询问了有关这个大型活动举办的事宜 那么黄勋才部长就回应说 当局其实已经通知了这些活动的主办单位 是可以取消或者是延后这些没有必要的大型活动 那么如果是得继续举行的话 就应该采取防范措施 例如为参与者提供测量体温的服务 那么即将举行的这个洛阳大伯公公的活动呢 其实洛阳大伯公公刚刚在一个小时前就在Facebook上表示 会为今晚前去现场的信重测量体温 那么他们也必须申报自己的健康情况 是 另外一点呢 就是既然升级被承设之后 政府有没有针对个人卫生建议做出相应的调整 对于使用口罩啊等等这方面有没有新的建议呢 宝林 那么黄勋赛部长呢 其实刚刚就在纪酒会上是再一次的强调 卫生部呢 对于这个个人卫生的建议呢 是维持不变的 也就是说呢 个人呢 其实应该勤洗手 那么不要用自己的手来触碰脸颊 那么当然也是可 也是应该要避免同其他人握手 那么至于你有提到的口罩呢 卫生部表示呢 其实仍然建议还是一样的 就是如果你没有生病的话 是不需要戴口罩的 把时间交回给美兰 那么